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1986年11月25日 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的黑龙江省武昌市长山乡三间炮臀 发生了一起震惊香味的血案 有人看到村民颜志钦用自家修学用的针脚 将妻子刘秀英和邻居赵文举残忍地杀死后逃至要要 当年的三间炮臀是一个小村庄 只有几十户人家 颜志钦和妻子刘秀英可是从山东过来讨生活的外来户 在村里已经生活了十多年 有三个儿子 平宿里一家人就靠颜志钦外出打工 帮人修补轮胎为生 在村民的眼中 颜志钦为人一向比较坚和 从没听说过和谁闹过矛盾 夫妻二人的关系也一向比较恩爱 谁也想不到这次他竟然做下来如此的大案 由于有目击证人 案情清晰 凶手确凿 警方迅速对颜志钦展开了追捕 但由于颜志钦是外来户 在当机的社会关系不多 下落无从查找 再加上受当时办案条件限制 追逃工作被迫搁置了下来 案发后不久 严家三个儿子也被山东老家的亲人接走了 从此一去再无消息 随着时光的流逝 严家人在村子里生活过的痕迹 渐渐消失了 这起震动一时的案件也逐渐被村民们遗忘 再也没有人提起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这起惨案 27年间 武昌市公安局的领导和刑警们换了一查就一查 这起两条人命的大案却年年摆在他们面前 时不时的总要提起 成了他们一个始终放不下的心事 两条人命这个绝对还不能放不下 所以我们搞案子呢 你有些线索你不查否了 心不安 咱那场上睡觉呢 也能不能是这个呀 是不是 你不工作到底了 不水热吃书了 这块石头总永远落不下 比如说27年 这37年我没得经 什么时候抓了什么时候算 他活我们要见养 死我们要见尸 2011年5月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网上追逃亲网行动 以全国追逃 全警追逃的力度 击捕再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 欠下两条人命 已逃亡了25年的严志欣杀人案的卷宗 又一次摆在了武昌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里面年轻民警面前 亲网行动是公安部在2011年5月 部署开展的一项 为期7个月的网上追逃 专项督查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 武昌市公安局在全国县级公安局中 名列第一 共抓获逃犯171名 其中命案逃犯34名 可是颜志清 却不在其中 这名犯罪嫌疑人身负两条命 25年中踪迹全无 这成了武昌市刑警的心中 一个挥之不去的心事 在2011年的亲网行动中 武昌市公安局刑警队的抓逃能手 傅松波 他主动请鹰 追捕颜志清 面对已经消失了25年 有可能都已经不在人世的命案凶手 傅松波如何出其至胜呢 聚焦一线 直即现场 销声匿迹 25年命案逃犯藏身何处 暗途索计 追逃民警 助手奔波 人海寻踪 只要你坚持着 应该会的话 会逃进一些有教育的东西 线索接连中断 前一人生死未苦 付出能否终有所获 进行收看 一线追逃起兵 无疑市里 傅松波仔细地研究着多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案卷资料 面对颜志清 这名已经逃亡25年 连长什么样都不清楚的对手 傅松波深知其间追逃的难度 因为是时隔20多年 历经多少个万民的对他进行抓捕 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 并且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可以追踪他 追捕颜志清 是傅松波主动请应 大千世界 人海茫茫 要从中找到一个已经消失了25年的人 可能性几乎为零 傅松波为何真要自讨苦吃呢 对此傅松波有着自己的想法 如果发现嫌疑人和三个儿子 其中一个人的轨迹都 这个案件就可能能继续增长下去 案发时 颜志清的三个儿子 大的不过13岁 最小的刚满1岁多 发案后不久便被亲属 接回了山东老家抚养 算起来如今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 傅松波想从这三个人入手 查找他们的社会关系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 与颜志清有关的蛛丝马迹 他不相信 25年来 颜志清从没有与自己的三个儿子联系过 他想通过那个生命证信息 在全国范围内 在网上进行搜索 想看一看他这三个儿子 有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例如住店和银行信息之类的东西 但是三个儿子没有任何信息 这身边该人身份已经被漂白 有可能是姓氏和名字全都变成另外一个身份 出师不利 傅松波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他决定采用最原始 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回到三间炮臀 回到案发现场 重新展开投访调查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丝有价值的线索 时隔二十多年 现场没有任何东西了 这个房屋已经不存在了 也没有任何证据可追据的那些东西 当年唯一的两个目击证人 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另一个已经搬至外审 当具体地点 具体地点当也找不到 始终也没有找到第二个目击证人 在走访中 傅松波得知 颜志鑫当年是和两个堂哥 一起来到武厂的 其中大哥已经去世了 二哥也早已离开了武厂市 在大庆开了一家轮胎修理部 根据掌握的情况 颜志鑫的这位堂哥 以前是个木匠 并不懂轮胎修理技术 而颜志鑫在案发前 却是一名轮胎修理工 傅松波眼前一亮 会不会是颜志鑫冒名鼎记 开的这家轮胎修理部呢 事不宜迟 傅松波当即决定 到大庆走一趟 未发现了颜志鑫任何东西 及其他三个儿子的东西 这样之子就说的 咱们得大庆那块工作 就是排除了 键锁再次中断 这套工作又回到了起点 傅松波此时 只好静下心来 重新慢慢梳理 所有可能与颜志鑫 有联系的社会关系 前人已经60了 或者因为什么疾病 上下是否去世了 但是咱们换个角度再一想 既然他死了的话 他还有三个儿子 应该跟他数为叔叔 也应该有联系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 可能的线索 这是刑警办案的一条 基本原则 颜志鑫哥电话单上的 每一条通话信息 都有可能会和嫌疑人 牵扯上过大过小的联系 只能通过逐一排查的方式 一个一个的进行查证排除 大庆 书兰 长春 榆树 松圆 在2011年青朗行动开始后的 整整半年时间里 傅松波和他的同伴 根据电话单上的通话信息 对任何一条可能的线索 都展开了细致的排查 但最终还是一条条的都被否定了 不光是颜志鑫 就连他的三个儿子 也似乎都神秘的 从这个世上消失了一般 音讯全无 唯一可以行为的是 都起码给他否定了 我们如果等每一个每一个都排除了的话 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排除了 我们离仙人也会越走越近 否定一个我们离仙人就越来越近 抱着 每否定一条线索 便离犯罪嫌疑人更进一步的信念 傅松波开始了漫长的 画单比对工作 在接下来的整个2012年 每隔几周 他就要从电信部门 调来关系人 长长的画单 一条一条的进行研判 他坚信 即使颜智欣已经不在人世 他的三个儿子也迟早会浮现出来 只要找到他们中间的一个 就可以查清颜智欣的下落 一脚枯燥 只能说是一个人都在办公室里头 一个化单一个化单进行梳理 看看这些化单之中有没有共同 比较交叉的一个化单 如果发现的话 这个号就比较可疑了 但是始终没有 1201年始终没有发现 一般来说 像元旦春节中秋 以及咸人的生日 这种特殊的日子 往往是人们联系比较频繁的时候 每当这些时候 布松波总是抱着一种隐隐的期待 希望能在这些枯燥的电话号码中 发现咸人的痕迹 可最终的答案却总是否定的 在枯燥的化单比对中 2012年很快过去了 2013年也转眼过去了一半 尽管附松波为追捕 颜智青做了大量的工作 付出了巨大的兴趣 可是颜智青和他的三个儿子 却依然音信全无 追逃依旧是遥遥无期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附松波手头有价值的线索依然为零 追捕颜智青的工作毫无进展 附松波调整了办案的思路 他决定要去颜智青的老家 山东省德州市的平原县 去实地走访调查 他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根据案件卷宗里提供的情况 颜智青的老家是山东省平原县 前曹镇的颜寨村 这是一个只有两条街的小村庄 六十多户三百来人 其中颜智占了村里的三分之二 并且基本上都沾亲戴故 他们很可能都听说过 27年前东北的颜智青家 发生的那件惨案 在颜寨村 陌生人进村是一件 十分引人注目的事 更何况是两名满口东北化的 金状汉子 这无疑给傅城二人的侦查 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下车之后 路上遇见一个 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太 村长叫什么名了 他说他叫颜智和 咱一听 应该当时都是同辈的 有可能是亲属 异地办案 人生必不熟 一步走错 就有可能打草金蛇 把这最后的宝贵机会 白白浪费掉 傅臣二人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 还是先到当地派出所 寻求帮助 在派出所里 傅松波和陈峰两人 通过了人口信息网 仔细研究了 盐寨村的人员构成 最后选择了几位 外姓的老人 希望能通过 给他们做工作 了解到盐智清 三个儿子的下落 尽管对于二人来说 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 但除此之外 别无他徒 如果他虽然不信 盐在也有可能是亲属的 咱只能够 试探一下去接触 咱选择了第一位 是一个六十多岁的 六十多岁的一个老人 咱到村里头 依照亲切的名言 从村民城打听到 这个老人家的住处 并且咱也顺利 见到了这个老人 假借着 打听当年和盐智清 一起去东北的 两位堂哥的名义 傅松波慢慢把话题 转到了盐智清的身上 可是这立刻 引起了老人的警觉 当问及到 说的还有谁 跟他去的时候 这个老人就有警觉了 就问 问了一句 你们是警察吗 这样的话 咱们不敢不 联名师分 早上说了 这人不 你说得找那人 是不是那啥 当年给妮子 整死那个 按我们说是 他说这人不是 盐智清 不死了吗 死了你们也找 我说死了 我们也得找 今晚老人声称 盐智清已经去世 但是傅松波并没有灰心 对他来说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才能算是最终解案 他又慢慢的 把话题引到了 盐智清的三个儿子身上 希望能从老人的口中 得知这三个人的下落 他说三孩子 逮损子 逮那个盐智村 就待了一年多 突然之间 就是说全奔走了 我说是一起走的 他说都是一起走的 这三孩子就下落就没了 话就说这么多 再多的 无论傅松波如何探群 老人就是不再开口 当二人告诉出门时 老人又说了一句话 老人之后 我说的需要啥的话 我再来找你问 这个老者就说了 我希望你别来了 这是原话 我希望你别来了 老人的话 并没有让傅松波 感觉受到冒犯 他只是敏感地意识到 老人似乎还知道什么隐情 只是出于顾虑 不愿将事情合板拖出 傅松波决定 明天一早 甚至人们还没起床 的时候再去探访这位老人 还没打亮天呢 我们就去了 这老头就觉得 也不是说很热情 反正就没有敌处情绪 就是攀堂已经很久了 八十十 这老头那眼神 边瞅到床外 瞅到床外 边跟我说 说这人没死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就让傅成二人心头 一阵狂喜 这是27年来 第一次有了盐智青下落的消息 两人的辛苦 终究没有白费 从老人家出来 傅松波和陈锋 立即赶往当地派出所 他们要将整个盐寨村 所有与盐智青 有关的社会关系 再重新梳理一边 看看能不能发现 进一步的线索 咱就从整个这三百 三百多人中去调 逐一进行进行排 发现他清了一个地 一个地匣家 名下多出一个 叫严重超的一个男孩 这个人的年龄 与盐智青的三儿的 严三鹿年龄相仿 并且他与户主的关系 写的是侄子关系 这样咱们却可以断定 他就是盐智青的三儿的 严三鹿 现在改变就是严重超 案情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尽管此时盐智青 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 但他27年来 防守严密的伪装网 终于被撕开了一道缺口 傅松波陈锋此时 主要做的就是要顺藤摸刮 迅速扩大战果 通过对盐智青弟弟的画单 进行分析 有一个河北省满城县的 电话号码 通话最为频繁 凭借多年行政工作的经验 傅松波直觉地感觉到 这个号码不寻常 这样子我跟陈锋人 我俩就一样就说 他咱俩不行连夜赶哪去 那天就周五下午了 山东平原县 距离河北满城 大约有三百公里的路程 傅沉二人连夜出发 大约黎明时分 赶到了目的地 一到当地 二人便不觉眼前一亮 这个位置是什么个位置 是京风高速入口这块 这个附近全都是轮胎修理 还有电瓶 全都是文书汽车的 当时我们就觉得 事情不可能都是这么巧 就觉得这一块即便不是闲人 也一定是跟他有关系的 很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儿子 颜志钦案发之前就是从事轮胎修理行业的 而他的儿子的电话又在此地出现 傅松波感到他们离颜志钦更近了一步 而随后的发现又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特点上的 不管是修电瓶的还是修轮胎的 他们每个拍扁的底下 都会留一指两个绵绵方式 我俩就说他如果这是先人的 如果他从事轮胎修理的话 他就应该可能在拍扁上会发现 我们排查了大概得有一个小时了 等到最后就上个二人事件的时候 路过一个叫千里马轮修理部来 在他那名下突然之间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 发现了就是咱们认为是重点 有可能是严重超的一个手机号码 此时天还没有亮 路上只有零星的车辆经过 经过了一夜长途奔波 两人早已疲惫不堪 暗示着车内悠扬的音乐 两个人轮番地打着盹 即将到来的白天注定将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我俩是明天四点多去的 发现后来我俩蹲了六七小时 下午的时候就感觉不对 从那个屋里出来的人也都是年轻人 没发现随得到的 我俩就感觉不对劲 咱们分析屋里应该没有从业人员了 但是在屋里发现说它颜值轻人的可能性就基本上是没了 一眼看时候不早了 继续蹲守下去已然意义不大 傅松波决定有所行动 手里赚着几张跑要来的名片 傅松波禁止向这家轮胎修理部走了过去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面对着这个苦苦寻找了两年 此时却如同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的严重抄 傅松波强溺住激动的心情 不动声色的与之周旋 我有几台车晚上能到 他说几点 我当时就得往晚说 我说晚上十一点多 车没能到 他说那晚上休不了 我说咋的 他说晚上就我爸和我妈来这块 这儿没工人 休不了休不了胎了 我说一听他爸他妈来这 我说这家妥了 此时傅松波心中已经基本断定 严重堂口中的父亲就是颜志兴 可是在没有见到颜志兴本人之前 他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因为一旦暴露企图 就有可能打草惊蛇 他和陈锋商定 必须继续蹲守 确定嫌疑人 等待时机四级抓捕 功夫不负有心人 傍晚时分 颜志兴终于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他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 他有两个包牙 他感觉心里有点踏实了 但是我们俩没法抓 因为他还有媳妇 有孩子 还有工人的话 不符合抓捕条件 这样子我们就请示甲车队 给我打电话 当时心里非常震撼 我说你盯住 不要再少 我马上再派令人员 连夜开的那块 去进行抓捕 带上车之后 我们对他进行讯论 一个调查名 他说的 我叫林明九 当我们向他出事 黑龙江上 武昌市播放局警官上的时候 被人低头了 我终于解脱了 我在武昌叫颜志庆 他当时我就觉得 就像一个人 就是顶着很大的压力 能不能听这个压力没了 那种解脱那种感觉 他说 我早就已经 料到会有这一天了 逃亡了27年的颜志庆 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王 可是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么多年来 一直隐姓埋名 费尽心机的凶手 在落网后 没有紧张和害怕 反而感到了放松和解脱 仿佛这27年来 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 当警察押着他回到武昌时 他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回家了 当提到被他杀害的妻子 刘秀英时 他禁不住 流下眼泪 27年前的那一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颜志庆 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自己恩爱的妻子 恩爱夫妻为何进城夺命凶手 花甲之年 深陷淋雨 回处往事 滴泪交零 回不去的过去 回不了头的人生 敬请收看 一线 追逃起兵 我只能说是 我把他领出来 没领回去 那就是我 我家的一半 没有他 就不是个完整 我只能说这个 把他失去了 以后我就整个狼 我就 就像一座房子 就塌了 我失去他 我非常后悔 非常后悔 我只能说这个 到眼前再说 眼前的颜志庆 憔悴苍老 完全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花甲老人 人们很难 把他和一个 身负两条命案的杀人凶手 联系起来 一天到傅松波和陈锋 他就急切地表白着 极力想纠正 上一次询问时 他向办案民警 撒过了一个谎 像头我说 打一招一招一下子 我说打一下一个罪 打两下生死死罪 我是那么生死 到以后 说完了以后 我就做噩梦 说是你咋不说实话的 我想说的 我就是打着个女 我不是打一下 我就打着个脑袋 就打碎了 我就想说这个 一般的命案犯罪嫌疑人 在面对警方的训问时 总是想方设法 千方百计地试图 减轻自己的罪行 避重就轻地交代问题 像颜志青这样 一反常态地 抢着认罪的 还真是不多见 可是尽管就当年 杀死妻子的行为 追悔不已 当我们问到 他为什么要杀死 另一名被害人赵文局时 他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当时赵文局你后悔吧 我不后悔 现在我也不后悔 我说实际的话 我不知道 我现在我要看 我还打死他 我不后悔一点 我都不后悔 我现在我 你觉得是谁造成了这一切 倒是你 我就因为他是造成了 是他 伴随着颜志青的交代 笼罩在27年前的那场 惨案上的迷雾 逐渐散去 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 也渐渐地 展露在我们面前 40年前 19岁的山东平原县小伙 颜志青 和21岁的山东 与成县姑娘 刘秀英结婚了 在颜志青的记忆中 那是他一生中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我那个媳妇 真可以跟我说 老实 老实 个头上就不太好 反正也行 老实 脚着耐功就是 也太幸福了 也太幸福了 我媳妇真香 我还好 孩子年苦 连衣服 啥都会做 由于在老家的日子艰难 婚后不久 颜志青 便带着新婚妻子 来到了当时的 黑鲁江省武长县 在这边 虽说生活依旧很苦 可是有着妻子的陪伴 颜志青已经很知足了 来这以后能吃上大肚子 包面大能的 我那个媳妇对我 我就说 可是干啥 为什么 那个就不谈面 是有点面 个个从来射备吃 我媳妇知道 我好吃面条 多的那 从来自个儿 没赶过面条 往事历历在目 回忆起当年的美好时光 颜志青不胜唏嘘 婚后两年 夫妻俩就有了一个儿子 靠着颜志青在外打工帮人修补轮胎 两个人的小日子也渐渐的有了起色 可是他们谁也不会想到 一场噩梦正在向他们临近 同一次是我媳妇告诉我 说他欺负他 拿着改军 拿着螺丝刀子 欺负他 他跟我说 说我说你这个事你这边注意 你自个注意 咱们要给你打闹了以后 你也有脸 我也有脸 他突然咋咋咋 就那么紧 忍着 一直忍着 为了顾全名声 颜志青忍气吞声的 咽下了这口窝囊气 他并没有想到去找对方理论 但他的怯懦忍让 并没有换来家世的安宁 反而使对方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一理论他又不承认 咱们得满城风雨 不干嘛 我就打不起 我说你个个 你自个人家咋不上别人家去 我就能够说 这不咱们团子有这些家 怎么能的 我也说实实 我说你这个 你不管人家 怨怨咱们 真的没有 我说你自个儿注意出来 你给他干啥的话 他就不承认 吵吵把火的 你不为了这张脸 也许是由于颜志青的态度 让妻子伤了心 也许是由于对方的死缠烂打 让妻子动了心 渐渐的 刘秀英对颜志青的态度 也开始有了变化 事情就在这种令人难堪的关系中 维系着脆弱的平衡 直到1986年11月25日这一天 平衡终于被打破了 最后我是除去要账去 那时候就起 我家有个破自行车 走几步链子就掉了 走几步链子就掉了 我就提前这么回来 也除去停下来 然后我就堵了 这是最后这一次 堵上来你说咋家 我一看他又在我家 你说这不欺负人吗 忍无可忍了 我说我就开始这样 我就打了 打了一拳 打了打气完了 那小孩就伤抗了 摸了一把奖子 完了以后我害怕 我就跑下来了 我一看底下有那个 钉鞋的那种 拿下来 等我门上了 我一向就撬过去 只要你正好打到我死亡脑袋了 我又生气远了 打到脑袋了 我一看我媳妇倒了 我就去眼 我又讲那个 对学生而已 讲那个对学生而已 他趁这个媳妇 张鞋就跑了 一跑正好 我没打得高 他打倒了 我这回忍了以后 直接我就把他脑袋打了 不值得多小孩了 我就是 哎呦 要不是打到我媳妇倒的时候 张维之他肯定受伤 我肯定的是 我不能打死他 他绝对不能打死他 我肯定是让他受伤 当颜值清清醒过来时 大祸已经铸成 他明白自己犯下了死罪 慌乱之中 他甚至来不及和躺在炕上的幼子 以及正在上学的两个儿子告别 便慌不择怒地逃离了作案现场 这一去就是27年 在逃亡的岁月里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同时也为了怀念死去的妻子 他改用了妻子的姓 画名刘宁九 从碧龙江到山东再到河北 直到被武昌警方抓获 来着同一天 起一个十六号到这里 那天晚上我就坐 梦着我媳妇给我做两条吃 那天早上又不起来以后 就够了 我从那天来说 我脚子太对不起了 太对不起了 我都梦着脚肉回 现在我说心里 就是现在就对我执行死刑 我心里也是热情 我脚子坦然回家了 我就等于回家了 27年前的那个时刻 注定了炎之心今后所有的日子 都将在恐惧和懊悔中度过 我们都难免犯错 但有些错 是没有办法抹去重来的 从曾经的受害者 到如今的阶下囚 炎之心的一念之差 留下了太多的警示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